今天 日本航空客機和一架日本海上保安廳定翼機 在東京羽田機場跑道上相撞並起火 造成5人死亡 接近400人需要緊急逃生 星期二當地時間下午5時50分左右 日本航空JAL516航班在北海道千歲機場起飛 在羽田機場著陸時撞上了海上保安廳定翼機 當時客機上有379人 包括8名嬰兒和12名機組人員 全部成功疏散 而海上保安廳定翼機機上的6名軍官當中有5人離難 最年輕僅為27歲 39歲的機長成功逃出但新受重傷 日本交通運輸部表示 羽田機場的所有跑道暫時關閉 海上保安廳表示 出示飛機原定計劃飛往日本西河岸的新舍機場 為懸彈發生地震的受災群眾提供援助 運送物資去到石川倫敦半島災區 該地震規模為7.6級 截至目前已造成超過50人死亡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